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对华政策时 坎巴尔说 被管义描述为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将按照一套新的战略参数来进行运作 主导的方式将是竞争 怎么看他说的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这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认识中美关系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坎巴尔说的接触是指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政策 这里有必要讲一下与中国接触政策的由来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提出来的 背景是1989年春夏之交 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 当然这场政治风波也是有国际背景的 国际背景是东欧正在发生变化 苏联并临解体冷战行将结束 中国政府认为这场政治风波威胁到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所以采取了果当的措施 很快平息了这场政治动乱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对此反应强烈 立即对中国进行了制裁 美国的制裁最为严厉 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 尤其是两国的高层往来 美国试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 这些过激的反应引起了美国国内一些前政要的焦虑和不安 他们怜悯自信老布什总统 呼吁美国政府从长远战略出发 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战略地位 还是要保持与中国的接触 老布什总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提出了与中国接触的对华政策 这意味着之前从尼克森总统开始 到里根总统17年时间 所奉行的对华整监盟政策正是终结 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坎贝尔所说的 管义描述为接触的时期 了解中美关系的这一段历史是很重要的 美国出台了与中国接触的政策 在中国邓小平也提出了众所周知的 韬光养晦有所周围的对外政策 中美关系虽然没有好到哪里去 但是也没有坏到哪里去 为什么说坎贝尔说的这句话 对我们认识中美关系具有标志意义 因为它标志着民主共和两党 现在都明确放弃了与中国接触的政策 有一条时间线可以帮助我们认清 美国与中国接触政策的变化轨迹 2010、2015、2017、2020、2021 2010年是拐点 中国的GDP第一次超过日本 排在了美国的后面 于是国际上有了老大老二之说 美国国内议有人说丁小平的韬光养晦不见了 中国的外交出现了咄咄逼人和傲骂 奥巴马总统甚至在国会发表国庆咨文时 喊出了美国绝不当老二的口号 美国有点坐不住了 把他的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 出台了亚洲再平衡战略 政治上开始搞拉班接派 军事上开始加强前缘部署 经济上开始搞排斥中国的TPP 在南海加强到所谓的自由航行等等 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散发着火药味 2015年在阿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 美国进行了一场惊悄悄的对华政策大辩论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丁说 这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为深刻的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 辩论在美国内的中共问题专家 国际政治学者和外交政策专家内部展开 辩论的焦点就是 美国对华政策失败了吗 哈丁说 这场辩论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 美国的对华政策失败了 但是美国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新政策 来替代这一已经失败了的对华揭露政策 辩论中没有形成共识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在2016年大选之前 美国的两党经营内部都已经达成共识 认为美国对华揭露政策已经失败 这应该是构成所谓华盛顿新共识的第一个共识 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 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3月底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这次会议全盘辅定了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政策 认为在国际秩序中 中国已经演免为一个危险的战略对手 而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美国的低华政策应该回归现实 不能再幻想中国会遵守规则 会使其经济自由化 最终使其国家治理形势也自由化 美国应该从合作与杰出改变为公开透明的竞争 会议还讨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概念基础 重点是中共的行为及意识形态根源 美国的切身利益 以及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目标等 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McMaster说 这是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对外政策进行的最重大改变 会后 4月6日至4月7日 中美首脑在海湖专员进行了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的第一次接触 年底特朗普总统应邀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 中国政府与国事访问加的超高规格接待了特朗普总统 事后了解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决策内幕 感觉美国方面就是在按剧本演习 表面上与中国的接触还有 但是作为总体调划政策 特朗普总统一上台就划上了句号 但是特朗普政府公开宣布中介与中国接触的政策 是在2020年的7月23日 那天 彭币奥国务卿 在对中美关系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尼克松图书馆发表了题为 《共产党中国与民主的未来》的新铁幕演说 蓬佩奥说美国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 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做不成事 美国绝不能延续这个模式 绝不能重回这个模式 接下来就是前面引述的坎贝尔 2021年5月27日在斯坦福大学的讲话 他代表新上台的民主党拜登政府 明确宣布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期已经接触 这条时间线告诉我们 美国国内政治精英 民主共和两党政府都认为 不仅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已经失败 而且这一政策所基于的假设也是错误的 这意味着在美国内在怎么看中国 怎么看过去与中国交代的方式上 形成了最重要的华人的共识 第二个怎么看 怎么看布林肯国务卿今年3月18日 在中美阿拉斯加高层对话开展白中 讲的这样一句话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该竞争的地方竞争 能合作的地方合作 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 原文是 中文把collaborative和adversarial 翻译为合作和对抗 感觉可能不太够意思 对布林肯的这句话 首先我总理上有这样一个看法 它体现了华人的新共识 它显示了拜登政府总体对华政策的新态势 就是坎巴尔说的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将照一套新的战略参数来进行运作 主导的方式将是竞争 布林肯说的 该竞争的地方竞争 能合作的地方合作 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 即是这样一套新的战略参数 它是拜登政府 怎么跟中国打交道的大政方称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方式方法 其次 就是对布林肯这句话 要做具体的分析 比如怎么看该竞争的地方竞争 美国现在的搞法是不是竞争 不搞清楚就会被误导 我认为 你要跟中国比谁能把自己国内的事情 做得更好 那是竞争 你要跟中国比谁的制度更好 那是竞争 你要大力加强对国内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 跟中国竞争无可非议 你说要跟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 要在竞争中获胜 out compete China 那也无可非议 但是现在美国的好多搞法 显然不是竞争的搞法 美国制裁华为就不是竞争 以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政策为由 在第三国抓捕华为高管作人职 长期扣押 这不是竞争 以摸虚有的种族灭绝罪名 给中国贴纱 强制劳动的标签 打击中国的农业 太能和富装行业 打击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 这不是竞争 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 制裁中国的科技公司 这都不是在跟中国竞争 这是在破坏中国的科技新国战略 遏制中国的发展 还有 不让中国参与规则制定 这也不是竞争 所以我很早就有一种看法 美国是在以战略竞争之名 行遏制中国发展之时 拜登总统强调的激烈竞争 跟特朗普总统搞的 极限施压没什么区别 区别是 拜登政府讲话可能温和一些 但是手里咋也拿着一根大板 所以我认为 不要被美国的所谓竞争所误导 真正的竞争其实就是比赛 比赛是要讲规则的 体育比赛有体育比赛的规则 输业竞争有输业竞争的规则 美国喜欢搞演讲比赛 演讲比赛也有演讲比赛的规则 希望美国不要用竞争之外的手段 或者说不择手段跟中国竞争 遵守竞争的要义 再比如能合作的地方合作 首先它表明的就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 不是那种很情愿地跟中国合作 对合作也没有抱什么幻想 或者说拜登政府对与中国合作的定义 本身就有变化 我这样说不是没有依据的 首先美国政府在能合作的地方 跟中国合作了吗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 全世界都期待中美两国能够合作 共同抗击这场威胁人类生命的公共危机 但是美国没有政治意愿跟中国合作 中国想跟美国合作 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而且一直到现在 美国还在向中国摔锅 即使在气候变化领域 合作也是虚多是少 周秀的成分多 美国一再强调这个领域的合作 与两个关系 不过是分开的 还威胁要对中国的官服企业进行制裁 这两件事对我们理解 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具有标杆意义 怎么看 一个字就是虚 试问美国在这些地方都不能够跟中国合作 还有什么领域能够合作 其次 美国为什么没有政治意愿跟中国合作 我们发现 最根本的是 美国政府不认为跟中国合作可以共赢 认为与中国合作 赢的是中国 输的是美国 美国政府实际上认为 既然是竞争 就不可能共赢 而是单方面谋取最大的利益 所以美国不认可 不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合作共赢主张 从深层次来看 拜登政府可能要根儿 就不太喜欢用合作这两个字 来描述中美关系中的 那些存在合作的领域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布林肯用的是 Collaborative 为什么选择用这样一个字 而没有用一个简单明了的 Collaboration 因为即使在双方都还能够找到的领域 你不愿意用 Collaboration 来形容 而认为是一种 Collaborative 的关系 我在这里不是抠字眼 却是有魔鬼在细节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坎巴尔说 合作这个字的定义 狭窄 他不喜欢 今年7月6日 亚洲协会举办了一次视频会议 坎巴尔与澳大利亚前总理 洛格文就中美关系 有比较深入的对话 坎巴尔说 相信未来一段时期的 美中关系的决定性特征 将围绕竞争 与此同时 两国之间也能够找到一些领域 比如在气候变化 或者航空疫情领域 进行不一定是合作 他不太喜欢那个瞎摘的定义 而是政策的协调 他用的是Alignment of Policies 他对政策协调有一个角注 就是双方为了隔制的目的 而进行的共同努力 怎么看两层意思 第一 坎巴尔不喜欢 所以回避使用Corporation一词 第二 他表达的意思跟布林肯一样 即使是在双方都还能够找到的领域 也不愿意用Corporation来形容 而认为是一种Collaborative的关系 怎么看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 这就看我们怎么理解 Adversarial这个字的意义了 去年五月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举行了一场听证会 就如何定位中国 听取了几位知名中国文理专家的意见 专家们用了三个词 competitor rival 和adversary 他们已给出了三个词的中文翻译 竞争者 对手和敌手 多数专家认为 中国已经不只是美国的竞争者 应该用对手和敌手来定义中国 这个词 对我们准确理解美国怎么看中国 怎么跟中国的交道 非常重要 在美国看来 哪些地方是必须与中国对抗的地方 我认为是在美国深切关切的地方 在318中美阿勒斯加高层对话当中 美方明确向中方表达了深切关切的地方 并且重点提出中国在新疆的人权 香港的民主 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对美国的网络攻击 对盟友的经济胁迫 这些地方采取的行动 美国指责中国在这些地方 采取的每一个行动 都威胁了机遇规则的国际秩序 以威胁了美国坚守的利益和价值观 美国认为这些不只是内部事物 因此有理由向中国提出这些深切关切 美方说他不寻求冲突 欢迎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 将一日即晚地捍卫这些原则 很显然 美国要在这些涉及机遇规则的秩序 和涉及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地方 跟中国对抗 中国已向美国清楚地表明 在这些地方我们不能妥协 无法退让 最后基于天洁言关系刑 我对布林肯定这句话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 该竞争的地方竞争 能合作的地方合作 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 提出以下看法 合作这一手最虚 所谓竞争这一手最实 对抗这一手下手最重 中美关系的主要方式是竞争加对抗 这样一种方式 如果不加以管控 对中美关系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我还认为 受非常现实的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 拜登政府在这三者当中 怎么选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个怎么看 最近美方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要有护栏 不希望激烈竞争也没有冲突 怎么看 首先我们要了解美方表示的背景 背景是318中美阿勒斯加高层对话之后 7月26日中美在天津举行了第二次 赴外展级别的会谈 美方说是会晤 中方去的是外加部副部长谢峰 美方来的是副国务卿Sherman 美方说这次天津对话 是阿勒斯加高层对话的延续 中美保持高层沟通渠道 畅通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没有意义 但是Sherman副国务卿 不会为了对话而对话 专门来一趟天津 除此他专门跑一趟天津的原因 恐怕是从318到726这个期间 中美关系中发生的事情 康巴尔有一段话 应该把Sherman副国务卿天津之行的背景 说得比较清楚 康巴尔说 中国外交政策正处于重大转变之中 以往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 中国政府面临其他国家反对的时候 会改变行为方向 但是当前中国政府并没有在美国 进行盟友制裁和反对下发生转变 反而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康巴尔认为 美国进行盟友的行动模式 必须有所改变 学们天津之行 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要改变其行为模式 他来天津的意图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他在天津说了些什么 以及美国国务院在他来天津之前 举行的吹风会上说了些什么 大理上就知道了 美国欢迎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 打算继续加强其竞争手段 但是不寻求对华冲突 美方不希望持续的激烈竞争演变成冲突 希望双美关系有互拿和参数 希望与中美讨论 如何为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设定条件 看来 社们天津之行的意图很清楚 美方不希望持续的激烈竞争演变成冲突 希望双美关系有互拿和参数 美方是冲着管控的意思来的 7月27日拜登总统视察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时候 已表达了这个意思 美国既要保持对华优势 同时也要避免中美对抗不必要生计 他希望情报系统为这一目标出谋划策 问题是管控什么 怎么管控 我们要搞清楚 美方要管控的并不是激烈的竞争 社们在天津时讲得很清楚 美国欢迎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 打算继续加强其竞争手段 美国要管控的是 不希望持续的激烈竞争演变成冲突 如何管控 美方希望要有护栏和参数 所谓护栏就是规则 双方都要遵守同样的规则 公平竞争 所谓参数 其实就是坎巴尔说的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运作所依据的 包含在布林肯那句话里的 一套新的战略参数 该竞争的地方竞争 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 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 原则是竞争 美国的意思其实很清楚 管控是个担心道 要管控的是你 不是我 是你应该遵守规则 公平竞争的规则 不是我 应该遵守规则 我是这些规则的捍卫者 而且美国强调 将从实力地位 压中国遵守这些规则 所谓实力地位 不就是拿盟友的力量来说是吗 这大概就是坎巴尔说的 美国继续盟友的行动模式 必须要有一所改变的意思 换一个管控的模式 跟中国打交道 所以我看美国最近的这些表示 更多的是在搞公关 是在作秀 中美关系搞成这样 他说是中国的责任 把中国作为美国的 头号战略决战争对手 要跟中国进行极端的竞争 又不希望激烈的竞争 演变为冲突 他希望中国关系要有一个护男 但是护的是自己 男的是中国 该出手时就出手 需要给自己 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形象 美国的所作所为 还是在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趋势 不是管控中美关系的搞法 中美关系三个怎么看 言忧未尽 一个以接触和桃花养活 为特征的时代已经结束 我们无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提出希望在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用的基础材 跟美国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拜登政府提出 中美关系价实 还建立的地方竞争 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 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 两国政策呼应的地方 其实所剩无几 在竞争家对抗的主导方式下 我们对合作其实也不要抱什么幻想 我一希望就是 不管你信一好 不信一好 美方至少还把不冲突 挂在嘴皮子上 还有一点 我觉得尽管美国放弃了 与中国接触的政策 但是看样子 两国之间的接触和对话 还是有的 尽管过去的机制 其实不用了 好像一切从头开始 尽管对话都安排在 各自首都以外的地方 而且对话好像是在对抗 中美关系不是我们 想把它搞好就能搞好的 未来怎么走 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比如说 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 将使中国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国内的政治发展 将进入一个两党四年龙幻期 话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才会步